欧狗给欢迎播康阵容详解 今天播康教会大家带来 太卫洞和女王洞的全新玩法 现阵营太卫洞 记住随着SP马超和老哲鱼的如日中天 现阵营太卫洞才是太卫洞最适合版本环境的存在 技能搭配简单且多样 首先现阵营是B选项 然后你可以随意搭配刮骨疗毒 重置层层甚至整装待发 你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过量的回复 像吴舍兄一样 重置层层刮骨疗毒加现阵营已经完全拉满 实际搭配中 司马仪你仍然可以用用武通绳或者汉天赤地 刮骨疗毒也可以换成整装待发 当然你再把用武通绳换成重置层层 没有人会拦着你 甚至整装待发换成重置层层也是一个可选项 OK队伍还有最后一个注意点 那就是整个队伍没必要带减伤 队伍的最佳定位是第三或者第四队功能队 你想带减伤也可以 让司马仪带重置层层 然后操操这些副将位带一个辅击居民或者知己知彼 反正至少确保携带两个回复技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队伍的综合作战能力 首先是连穿表现 夸张的回复能力让队伍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多穿 队伍轻轻松松就能创造两万家的回复 夸张到甚至也给对面送战功的嫌疑 至于队伍的打击面上 战场上面绝对的主流攻兵仍然是首要打击目标 包括但不限于群攻各种陆训周瑜攻兵 记住老周瑜再强势 但他真的不好打泰伍顿的 至于速攻队还有各种SP码超队伍 不是我们这种第三或者第四队该考虑的事 泰伍顿的强度完全取决于你是否摆正了他的位置 OK 限制云泰伍顿 一支绝对满风的三当家队伍 博康愿意称之为共存首选